中国国务院日前在香港反送中抗争持续升级之际 宣布在深圳建立先行示范区 引发外界揣测 北京此举似乎有意让深圳取代香港 不过中央社报导 中共官媒新华社在今天刊登的文章中指出 做好香港发展这篇大文章 祖国是最大的靠山 一国两制是最大的优势 中央坚持一国两制方针 支持香港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的立场坚定不移 显示中共有意借官媒透露香港不会被取代的讯息 报导指该文并未提及反修例风波 但比少针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要一起想办法解决 文章最后也提到 香港应坚守一国之本 善用两制之力 抓住建设一带一路 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机遇 因为香港的作用不可替代 香港的发展大有可为 受中美贸易谈判9月有望顺利举行的刺激 上证综合指数 今天震荡收升0.49% 2900点得而复失 收报2897.43点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本周互值累计上升2.61% 生成纸和创业版则分别上升3.33%和3.03% 两市成交额合计4,696亿元 其中户市成交额1,926亿元 深市2,770亿元 北上资金净流入11.49亿元 其中深谷通净买入13.05亿元 但户股通净卖出1.56亿元 分析指出中美贸易谈判有望9月在美国重启 但香港局势未明为中美谈判增添不确定性 加上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预计短期大事将继续震荡整理为主 关于港铁公司处理反送中示威者的方式 继人民日报央视点名批评后 中共中央也点名三宗罪要求港铁回应 中央社报道 中共中央政法委今天在官方微博贴文 指21日深夜 香港千名黑衣人占据元朗地铁站疯狂破坏 后来搭乘免费搬车而去 文章指出港铁资质不提专列 只表明将会继续在安全情况下 尽可能提供列车接载滞留乘客 并以三宗罪直接批评港铁 包含拒绝远警近战执法的纵容之罪 明知暴徒行动却不制止的包庇之罪 以及将公共设施挪为政治专列的假公祭司之罪 报道指北京方面在两天之内接连质疑港铁 而且上升到中央层级 是否影响港铁高层人事变动 目前仍不得而知 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员工郑文杰 被深圳警方以嫖娼罪行政拘留 因方对此提出交涉 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表示 郑文杰是中国公民 英国无权关切 中央社报道 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 被问到为何不愿理会英方严正交涉 不让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人员联系郑文杰时 耿爽说郑文杰是香港的中国公民 不是英国公民 所谓英方严重关切完全不存在 另一方面 加拿大驻香港总领事馆今天宣布 暂停职员前往中国出差 对于这件事耿爽紧回 这是家方的决定表示尊重 但他随后也称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七七 到中国只要不违法违规就无需担心 在反送中运动中被捕的一名女子控诉 警方要求她全裸搜身 过程中甚至没戴手套 还要她双腿张开 导致她事后出现忧郁症状 自由时报报导 吕姓当事人在律师以及香港立法会议员 陈淑庄的陪同下召开记者会 会中提到吕小姐被捕时受伤 出院当天就开庭审礼 更衣时有一名女警全程监视 然而吕小姐换好衣服之后 没有被带往法庭 反而被警方带到附近的警署 要求全裸搜身 她说当时搜身的女警全程没戴手套 更用笔敲打自己大腿内侧 要求她把腿张得更开 后来吕小姐穿上衣服走出房门后 原本空无一人的走廊竟然占了十几名男警 让她顿时感到非常尴尬想哭 吕小姐表示自己事后出现忧郁症状 害怕再看到警察 质疑警方到底是在搜身还是凌辱 对此吕小姐的律师表示 先前已有一名女警全程观看吕小姐更衣 她身上不可能有违禁品 为何还要在全裸搜身呢 律师也强调 目前已掌握两名女警的编号 除了向警方投诉之外 也将会提起刑事告诉 香港反送中持续延烧 先前有消息传出 过关往返中国时被扣留搜查 现在就连医学院学生要上课 也困难重重 自由时报引述明报报导 脸书粉丝专页Medic Secrets 有人指出 港大医学生日前欲通关 前往港大深圳医院时 被执法人员无端拦查半小时 有学生被要求检查WhatsApp对话 删除与反送中活动相关的照片 并退出群组 也有人带了没资料的空白手机遇传关 却被强制要求登入FB及Instagram账号 并被记下用户资讯 甚至连上课笔记也被逐页检查 对此学生向校方提出 希望能豁免到深圳医院上课 一名港大医学院六年级的学生表示 以接获医学院Email通知取消当日课程 部分课程改为自学 另有学生改为在香港上课 香港部落客 一个平凡医学生的日常称 港大医学院本学期 所有必须到深港医院的课程都已暂缓 并称赞港大高层 从善如流 形容这是近来最有理性和同理心的回应 中国华为日前推出自制系统鸿蒙 号称可以取代谷歌的安卓系统 而现在又发布最新款AI芯片深腾910 自由时报报导 华为副董轮值董事长徐志军 今天在深圳发表会上指出 该芯片比世界上任何其他AI处理器的计算能力更强 事实上自从被美国下禁收令之后 华为积极地想要摆脱对美国技术的依赖 但美国乔治成大学新兴技术与安全研究中心 客座研究员拉斯凯称 即便华为自己设计了很多芯片 但许多关键技术仍依赖西方 很容易受到美国黑名单冲击 AI也不例外 深腾910面对挥达的图形处理器 谷歌的张良处理器会有严峻挑战 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发布通知 8月起不得播出娱乐性较强的古装剧偶像剧 今日又有消息传出 广电总局在建国70周年前戏 近拍一系列题材的剧集 包含记者卧底引发外界议论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中国有影视公司表示 收到广电总局最新通知 提醒编剧要小心 影视制作不支持境外涉案题材 以退伍军人 雇佣兵 记者卧底等成分 进入境外采访破案侦查等都不行 报导也指出 吴京当年自导自演的战狼2 在中国票房大破50亿元 但因为续集战狼3 涉及以中国军人在境外扮演 世界警察警惡成奸 能否开拍仍有待商榷 在美联署主席鲍尔发表 关键演说前 尽管投资人多彩观望态度 但由于中美贸易谈判 似有希望对亚股形成力多 导致亚股涨多跌少 中央社报导 近日雅股大多收涨 东京股市上涨0.4% 香港股市上涨0.5% 上海股市扬升0.49% 台北股市嚣涨0.08% 纽西兰股市上涨0.33% 苹果日报报导指 投资人正近后报尔谈话 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决策官员 却对进一步降息表达了异议 彭博指出 有三位FED理事 异口同声反对 有关美国经济 需要更低利率的观点 另有一位理事则认为 除非不得不 否则应避免扩大宽松 这预示了 在9月立会上 FED恐怕将为 是否需要再一次降息 而产生激烈辩论 然而川普近日 却频频催促联准会 扩大宽松 一再抱怨联准会 拖了美国经济后腿 宣称联准会和主席 鲍威尔 是阻碍美国成长的 唯一原因 他表示美国经济状况 非常好 联准会可以轻松 缔造新记录 为什么要比其他国家 支付更多利息呢 美国政府新的联邦机构 隶属国土安全局的 网络安全和基础 设施安全局CISA 22日表示 机构的首要事项 是降低中国对 全球供应链妥协 所带来的风险 包含新兴的5G技术 综合聚恨网 与财讯快报的报导 该机构主要负责 保护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 免受骇客和其他 网络安全威胁 报导指CISA 列出的五大优先任务中 针对中国5G技术的防范 列与首位 并指中国是美国 最为迫切的 长期战略风险 该机构负责人 在一次演讲中表示 这个机构 是美国的风险顾问 除了管理网络 攻击风险之外 也在检讨2016年 俄罗斯介入 美国总统大选仪式 负责人指中国 正试图操纵这个系统 CISA 会以不同的方式 维护网络安全 据恨网引述 彭博报导 印度政府正考虑取消 海外投资人的 超级负人税 并宣布其他次 激经济措施 为印度股市直写 印度财政部长 萨拉曼先前提议 将年收入超过2000万卢比的 个人所得税率上调3% 而超过5000万卢比的 则调升7% 然而受到加税 以及7月财政预算 缺乏有效刺激经济措施 等消息影响 外资开始抽离 资金流出超过30亿美元 对印度股市和卢比的汇价 带来沉重压力 彭博资讯引述一位 印度官员报导 政府考虑采取其他措施 以因应经济走弱的现况 其中便包含取消对海外投资人 克征超级富人税